213信報財經新聞,克服波動市造好分散投資 2015年7月10日財富管理B12理財方略陳宇因香港及中國股票市場近日受到希臘債務問題 中國股市去桿桿化等因素影響而非常動盪,甚至牽引橋災廠突出 日的情緒起跌,在市場如此波動的情況下,分散的投資組合,顯得更為重要 回股今年第二季度內,港股有超過一成交易日的單日升跌幅6得超過2% 而富時環球指數於同期只有1.5%的交易日6得超過2%的單日升跌 顯然,涉立環球市場的積金組合,相比投資於單一市場的波幅較低 除了透過不同地域市場分散風險外,各資產類別亦可有截然不同的回報 所以成員應將組合配置分散到不同的資產類別及地區,以有效減低過份集中風險 什麼嘗試捕捉入市時機回顧上半年,強積金的整體表現其實不錯 平均回報為4.41%,較2014年全年的1.47%高 其中多個主要股市均在其內錄得勝負 香港股票基金、香港追蹤指數基金 及大中華股票基金均錄得雙位數回報率 分別達12.56%、12.27%及12.16% 反映中國的貨幣寬鬆政策對大中華市場的正面影響 上半年市場聲勢顯著,有強積金成員或會受到次業的市場氣氛影響 而轉投香港股票基金,強積金配置除了要考慮風險分債外 有時亦會出現錯誤捕捉入市時機的問題 投資能做到低買高估當然好 但即使是專業投資者也難辦到,以增鈔數為例 如果於上半年錯過了表現最好的三個交易日,回報會由13.7%跌到僅僅3.7% 可見要正確捕捉買賣時機是有多困難 既然強積金是作為退休儲蓄,成員投資應後有權與回報 密心傳短線炒賣徒利的想法 下半年投資前景正面只望下半年,環球經濟增長正面 而且相信貨幣寬鬆政策及低商品價格 預期可為環球市場帶來動力、刺激經濟活動 另外,就近日大家關心的希臘危機來看 希臘GDP只佔整個歐洲的1.5% 本身並非大問題,為擔心會產生涼漪效應波及其他國家 雖然中國估計一可為動盪 但未來走向將取決於企業營利與公司能否贏回投資者信心 總括而言,強積金是一個為了退休而設的長期投資計劃 分析市場應後依混逆春晚摩清潮 數不應因為短暫的市場波動或投資氣氛改變 忽視自己的退休財務目標及可承擔的風險水平 另外,在資產配置上,應要做好分散安排 緊記捕捉入市時機並非量賊 作者為副達香港機構業務投資策略董事 擁有近15年投資經驗 他為信報信網站問,分享兩積金投資策略 陳語音號財富管理號理財方略克服波動市做好分散投資